警察人出來面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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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回申號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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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2025年這一年沒有申號的電廠備用容量率是14.9%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備用容量率的缺口 甚至也會讓當年發生這個嚴重的用電吃緊的現象 難道就只有投資一個一千億的高污染的燃煤電廠 才可以解決這個備用容量的缺口嗎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其他的情境底下 這個備用容量率 就算沒有燃煤電廠 也都是遠遠高於15% 遠遠高於15%的齁 從這個案子 我們看到環評 任何的環評都是如此 昨天呢 我看到一個紀錄片講六七的 任何環評都沒有到我們當場 請大家知道宣號有多遠 宣號只有30公里遠 宣號就在台北的後面 請環評的專家委員 還有各個政府官員 到我們宣號走一趟 主事者想一想 現在你的決定是關乎900萬人 下兩代 因為人民電廠 一命就是三五十年 下兩代人的健康就在你手中 就算是一趟 我先拿來 請好 我先拿來 你 請你 我先拿來 請你 我先拿來